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尽管中东冲突不断 紧张情势高涨 英国肯辛顿宫发表声明表示 英国威廉王子将在6月正式出访以色列 以及巴勒斯坦自治区等地 根据路透报道 威廉王子6月24日会先在约旦展开访问 隔天赴以色列特拉维夫 26日在造访耶路撒冷 27日前往约旦河西岸雷玛拉 英国肯辛顿宫的声明表示 英国王位第二顺位继承人威廉王子 这次出访是应女王陛下政府要求 并且受到以色列、约旦和巴勒斯坦当局欢迎 威廉王子是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关系最紧密的王室成员 肯特公爵和格洛斯特公爵之前都曾经正式访问过以色列 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表示 威廉王子出访将会是历史性的访问 巴勒斯坦总统府也指出 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访问 希望能够有助于加强两国之间的友谊关系 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英国王室成员 曾正式出访巴勒斯坦自治区 威廉王子将成为第一人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 地区威廉王子成员 族